如果玫瑰沒有受傷,繼續在聯盟中綻放 看見他,保持肩膀,保持肩膀,下跌 肩膀,肩膀,肩膀,我都不知道 東區季候賽第一輪,排名第一的公牛對決7-6人 在第四節剩下1分20秒時,公牛還保有12分的領先 前一年剛拿下最年進MVP的Rose 在一次切入電捕後傷了腳,看起來十分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對一和隊友們交集地圍在他身邊 Rose告訴隊一,他感覺到腳踝有些不舒服 該死,我得在下一場比賽前趕快恢復 賽後輿潤開始質疑西伯杜為什麼在垃圾時間不把Derek還下來休息 在確保勝利到手前,我不想恰常休息 縱使我受傷了,我也想起我的隊友們 Rose用他一關的認真態度回應著媒體把責任都扛到了自己身上 第二天,公牛官方宣布了Rose的傷情 即使普通的扭傷,休息一個禮拜便會康復 公牛在接下來的兩戰中取得了一勝一負的戰績 很快Rose第四戰回歸,隨後直弱2淘汰了76人 晉級到了第二輪 儘管最終又在東區決賽輸給了樂火 但Rose的發揮也給他們帶來了不少的麻煩 賽後Labron和他握手質疑,並給予這位優秀的年輕人祝福 公牛在往後的兩個賽季都闖進了東區決賽 卻同樣遭到了樂火的淘汰 於是球團在2014年休賽季時給Rose找來了稱職的二當家 球隊內的Jimmy Butter也漸漸成長了起來 他們成功的在2015年的東區冠軍賽以4比3 淘汰了老對手Labron James所帶領的騎士隊 晉級到了總決賽 Rose終於跨過了那座擋在他前面的大山 站在他面前的是新崛起的勇士隊 聯盟中最好的進攻球隊 對上最好的防守球隊 兩隊在例行賽的交手是一勝一敷 公牛在主場取得二連勝後 勇士隊總教練Kirk變成讓Igudala先發防守Rose Igudala的防守確實發揮了很好的效果 成功底壓低了Rose的命中率 連追兩場半平比分 第五戰 Rose依舊被封鎖 但Barkler的出色發揮 幫助公牛隊贏下了比賽 第六戰的X英子換成了 Clay Thompson單場八季三分球帶走了勝利 搶七戰 最年輕的MVP在經歷了多個賽季的失敗後 把握住了機會 拿下了系列戰的最高得分35分 並在剩下30秒時迎著Curry的防守投進了制勝的三分球 Rose最終拿下了Finals MVP 並在採訪時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故事要是這麼發展的就好了 可往往故事很美好 現實卻很殘酷 現實Rose在倒下後被診斷出了十字韌帶撕裂 在往後五年的時間內又經歷了22次大大小小的傷病 早已沒有了巔峰時期的運動能力 被公牛交易後在不同的球隊中流浪 但是Rose並沒有因此放棄 始終都在努力訓練 2008年聖誕節之夜 此時在灰狼隊的Rose裝扮成8年前的自己 用他曾經最熟悉的方式 幫助球隊不斷從落後中追趕比分 最後逆轉了比賽 在全場MVP的呼喊中 交出了生涯的新高50分 賽後採訪時止不住的眼淚 我也想自在宣洩這些年 在漫長的黑暗和挫敗中如何面對自己 堅持下去的艱難過程 相信每一個Rose的球迷 都會跟我一樣在電視機前面 跟著流下淚水 這季節已經很年輕 這季節中的一名最高興奮的表演 在全球隊中的最高興奮 你和你的運動高50分 你對你來說什麼?Derek 我都發張了幾乎 我成功的 我是不是做生氣的 我做到這戰場 組織、團隊 我沒有做到這場 我每次都沒有做到這場 在這些年來他失去了選法 失去了以往的運動能力 甚至失去了所有的光環 唯獨他的拼戰精神始終沒有動搖過 從未看過巔峰的Rose所有球迷的遺憾 但至少我們還能珍惜他在球場上打球的時光 也許他不會每場比賽都表現得那麼好 但必定每場比賽都會拼盡全力 因為玫瑰永不凋零 如果你也喜歡籃球 那你一定也會對這個故事有所感觸